李时锋应该是示意自己 主起红牌 法调 新进全英赛冠军李时锋一份 白送李子佳制胜的关键赛点 比赛前两局 李时锋 李子佳分别以21比18 18比21 各自迎走了一局 这可能是现在李子佳要锋里边卡的 根据问题是怎么改的 李子佳无关 但是刚刚这两块杀出来 你真想杀的话 他这个进锅火力还是在这放 帅哥 出去抬一路起来 18比20 让比赛进入最后的决胜 比分来到了关键的19比19 李时锋这一季度往实 他打不着就把自己往实际上逼的这种 但他还是满足阵脚 以控的关系 李星思路还是以控为主 20比20 李子佳接发球直接抢 李时防守准备也很充分 先把球拉开 双方展示了什么角神仙打架 非常的到位 李子佳也没有进攻的机会 半场了 还好玩完了 看一下反击 打追身 再推追身 哇 这一种球确实是李子佳的强项 打开一点效果会更好 还是建立在李时锋非常稳定的防守 很厉害 李时锋先到场边拿一个羽毛球 他用球拍指着自己脚筋 向裁判示意 自己要申请处理一下 选择直接放下球拍 去解开鞋带 甚至还主动给裁判示 您看看 我的鞋破了 我要处理一下 请注意放大镜头 裁判正在套战 自己投 再出过了 更别想说改变判罚了 实在拿他没办法 他只好让李师锋继续比赛吧 咱们压巴之谎 只能认罢 而裁判也固承理在时 如果说主裁判都同意的话 有一些更委婉的表达方式 像李时锋 我觉得他刚才的想法 还是我把鞋子脱下来 然后证明给你看 确实我这鞋子有点不太舒服 但是可能主裁判认为 挑战到了他的权威 而这个举措 不仅仅改变了场上的关键比分 还似乎影响到李时锋的 比赛状态上的心情 与李子佳对标的这最后一回合 李子佳速度加得很快 但是李时锋防得也很稳了 很好的控制 打反击 哎呦 最后这一拍其实简单一点就好 但是最后这 最后这一拍其实简单一点就好 但是最后这一拍感觉是 李时锋手上又加了一个动作的停 就想缓这一方 所以我自己没有拿到一个最舒服的点 就是